下年度賣地表內46幅地 有22幅住宅地未完成改劃程序 而其中一幅更加是綠化地帶 有環保團體認為綠化帶有緩衝市區和郊區的作用 反對起住宅 政府說會考慮香港規劃標準 清水灣道這幅空地目前是綠化地帶 發展局將它納入下年度賣地表內 有環保團體認為這幅地連接一大片自然保育區 即使地本身沒有重要的生態價值 都不應該用來建屋 綠化地帶的原意是希望作為一些建築物 以及一些自然保育區的緩衝 你們都可以看到後面都是非常茂密的樹林 這個綠化地帶就可以作為緩衝 當政府去看哪些綠化地帶可以抽出來發展的時候 一定要必先去了解四周的環境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綠化地帶主要作用是保育市區邊緣地區內的天然環境 防止市區式發展滲入 以及作為市區和近郊發展區的界限 這塊地大約1200多平方米 政府計劃將它改成秉類的住宅用途 即是低密度住宅 由差梁師估計大概可以蓋到兩至三間獨立屋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說 政府兩三年前已經開始檢視綠化地帶入面 有沒有一些可以重新規劃用途 施政報告裡面 10項短中期措施裡面 這個都是其中一項 所以我想大家明白就是 綠化用地裡面 如果我們是要將它改劃的話 其實我們都要考慮在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指引裡面的要求 以及實際上那塊地還在做什麼用途 陳茂波又說 將未完成改劃程序的土地放入賣地表 是比發展商可以事先規劃 而放入賣地表的土地也有可能被抽走 無線電視記者 南海應報導